成的輪椅翱翔飛舞 鄭自強 It's show time 雖然行動不方便 但來自台東成功多利部落的阿美族原住民鄭自強 靠著對運動舞蹈的熱愛 舞出自我 活出精彩人生 別看鄭自強現在武功了得 能有今天也是一路苦熬上來的 2歲時他罹患小兒麻痹導致下肢萎縮 還成因為行動不便被同學霸凌 讓他出現叛逆性格 直到6年級 鄭自強轉學到彰化仁愛實驗學校 全校都是身心障礙學生 鄭自強不再叛逆自卑 並在老師幫助下開始參加籃球舞蹈等活動 鄭自強還成入選輪椅籃球賽國家隊 2年前他展開國標輪椅舞生涯 其實跳舞蹈對身心障礙者來說 是一件很有幫助的事情 除了在身體上面的復健 或者是在休閒運動上面的增加 或者是在你的視野上面的展開寬廣 都對個人都很有幫助 透過輪椅國標舞雙眼 鄭自強打開知名度 今年參加中國中國達人秀第五季 拿下十強夾擊 現在鄭自強擔任原住民 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 也常常受邀巡迴演講 分享他的精彩生命經歷 希望大家都可以跟馬少爺一樣 然後可以很喜歡這個世界 美好的世界 進而讓自己的成就跟表演 展現給大家看 董新聞綜合報導